我死在了柳如烟出国去见白月光的当天 好友给他打了无数通电话 最后只得到一句冷漠的死了正好 他和初恋在雪山互诉爱意时 我的骨灰被好友洒入大海 没有了我的阻碍 柳如烟本应如愿和初恋在一起 可得知我死讯后 他却疯了 我爱了柳如烟十年 人人都说我是他的田狗 我却甘之如頤 因为我总觉得他终有一天会回头看到我 可我没机会了 我快死了 柳如烟接到初恋邀请 迫不及待地飞去了国外 当天晚上 我躺进了ICU 我在医院大口大口地吐血 五脏六腑好似被卡车撵过 浑浑噩噩之际 我听到好友林阳在电话里质问柳如烟 路霄病重你人在哪里 死了吗 透过他的语气 仿佛能看见他脸上的不耐烦 林阳一顿 不忍地将目光转移到我身上 我的脸色苍白如纸 呼吸微弱 如烟你回来看看吧 他真的快死了 我脑袋昏沉 身体的痛感不断拉扯着我的神经 他冰冷的话语犹如一把锐利的剑 狠狠刺进我的胸膛 死了正好 病房的仪器发出尖锐的响声 我的生病达到了尽头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看向林阳 我说把我葬在大海吧 临死前 我看到柳如烟在壮阔的雪山之巅 拥抱着他的初恋男友 诉说爱意 他说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我透过成年的女人脸庞 看到七岁小小的柳如烟 他牵着我的手边哭边说道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你失言了 烟烟 柳如烟回国的第一件事 便是找我离婚 我们结婚三年 一直分居生活 他去到公司没见着我 又不愿回老宅面对我的父母 索性将电话打给了林阳 林阳是我们的共同好友 三人算是从小一起长大 他瞥见来电显示的时候并不想接 但招架不住对方的不依不饶 于是他拿起手机 平静问道 你有什么事 陆萧呢 死了 他尽力保持语气的平缓 柳如烟勃然大怒 林阳你有病吧 陆萧不愿离婚 躲着我也就算了 你竟然编这种谎话来骗我 这么多年 你就只把陆萧当朋友 他不信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柳如烟再也不相信我 他仇视我 在他眼里 我是不择手段取他的卑鄙之徒 是害他心爱男人 远走他国的罪人 他一直想和我离婚 我一次又一次劝他再等等 这一等 就是三年 直到我被检查出了癌症 我拿着病历报告给他 卑微地请求他陪我走过最后一程路 可三年的时间 把他对我的耐心和感情消磨殆尽 他认为这是我不想离婚的借口 他撕碎诊断证明 歇斯底里地对我哭喊 陆萧 别用这种手段恶心人 我不爱你 你要我说多少遍 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放过我 那时候我胸口一阵窒息 痛得呼吸不上来 我分不清是病痛还是心痛 林阳深深地叹了口气 不知是为自己 还是为我 亦或是都有 他压着嗓子轻声说道 如烟 他放过你了 我和柳如烟又是相识 两家虽然算不上市郊 但因为住在隔壁 生意上也有所往来 所以从小到大都在一起玩 他一直是长辈们眼里的优秀小孩 乖巧懂事 钢琴舞蹈样样都很出色 从中学起便是学校里公认的女神 他闪闪发光 为了配得上他 我也努力学习 各科都全力做到最好 林阳常常打去我们二人狼才女貌 天作之合 那时柳如烟便会红着一张小脸追打他 我常常觉着 他也是曾喜欢过我的 可生活往往不尽人意 就像小说里那样 乖巧温柔的大小姐 总是会被桀骜不驯的男生吸引 柳如烟也不例外 我参加集训回来后 发现他和隔壁班的一个男生 走得非常近 向来文静泪脸的他 会坐在男生的摩托后座肆意欢笑 他是若珍宝的钢琴 也可以让男生随意涂鸦 那一刻我才恍然意识到 自己原来并没有那么了解柳如烟 柳如烟18岁那年生日 我送给他的成年礼物 是我用这些年参加比赛得来的奖金买的 一条绿宝石项链 颜色像极了我们幼年在院里种下的松树 他随手扔进了抽屉 转而将那个男生所送的 精品店橱窗里摆放的水晶球 端放在书桌 他眼底洋溢着喜悦 那是我第一次生起名为极度的情感 不知为何 我死后并没有消散 反而被困在了柳如烟身边 我看着他在夜里 和大洋彼岸的男人视频 算算时间 自他大学毕业后出国 我也有近四年没有见过他了 男人少了几分学生时期的锐利 但依旧张扬 他像是一团热烈的火焰 风风火火地闯入柳如烟平淡的生活 柳如烟认真地望着屏幕里的男人 眼底的爱意快要一出 阿絮 陆霄不知道躲去哪里了 他总是这样 真是抱歉 让你一直等我 蒋安絮安抚地笑了笑 没关系 只要我们互相爱着对方就好 我看着他甜蜜一笑 心忽然隐隐作痛 原来人死后还会心痛吗 他换他阿絮 曾几何时 他跟在我身后脆声声地喊着阿萧哥哥 现在 他只会联名待姓地叫我陆霄 柳如烟最后一次 叫我哥哥 是被我撞见他和蒋安絮接吻 少女脸羞得通红 小跑追上我 眼里盛着对我的信任和期待 阿萧哥哥 能不能替我保密啊 我怕爸爸妈妈知道后 不同意我和他在一起 我一向没办法拒绝他 所以我答应了下来 当他和蒋安絮的关系 被父母得知时 他理所当然地认为 是我泄命 那是我们第一次发生争执 他将我二十年来 送给他的礼物 一件件还了回来 其中有一个木雕 底下刻着我对他隐晦的爱意 柳如烟把东西扔到我怀里 对我怒目而视 阿絮说你喜欢我 所以故意告密 我原本是不信的 知道我看见了这个 你一直把你当哥哥 可你为了自己的喜欢 不惜要拆散我们 陆霄 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无论我如何解释 不是我告的密 他却始终不愿意信我 指引我确实对他怀有男女之情 蒋安旭像是不经意地问道 要是和他离婚 你能分到多少钱 柳如烟不在乎钱财 他无所谓的白白手 不清楚 有没有都一样 反正他的钱都是自己赚来的 和我又没什么关系 男人不乐意了 他神情有些严肃 如烟 你可不能这样想 陆霄耽误了你这么多年 害我们不能在一起 他必须要补偿你 柳如烟面露疑惑 是这样吗 蒋安旭说的 仿佛是我插足他们的感情 可事实分明是他们吵架分手 蒋安旭不告而别 独自一人跑去了国外 在我和柳如烟结婚之后 他又联系上他 两人这才旧情复然 自那以后 柳如烟便闹着要离婚 我有私心 固执地认为只要在一起久了 我们之间一定会产生感情 可是我忘了 我们相伴二十多年之久 他也没有爱上过我 爱情没有先来后到 也同样没有久半成情 蒋安旭依旧说道 你想想 如果不是他当年告密 在你父母面前诋毁我 你妈妈也不会对我印象不好 用钱侮辱我 逼我离开你 我们也不至于分手 柳如烟握紧拳头 看得出被男人的话语带动了情绪 你说得对 我会好好和他谈财产分割的 接着两人讨论起了 如何最大程度地拿到我手里的钱 如果不是死后青年所见 我还一直不明白 柳如烟为什么那么厌恶 最让我难以接受的 并不是蒋安旭对我的污蔑 而是柳如烟轻而易举地相信他 我自嘲苦笑 原来我这么贱马 宛如一只跳梁小丑 他们制定了多个计划 当务之急 还是要先找到我 我想起自己 让羚羊洒入海底的骨灰 不由笑出眼泪 烟烟 你们找不到的 柳如烟在公司蹲了我好几天 都没有见到我的身影 他给我拨打了无数通电话 始终无人接听 这是我们结婚三年里 他找我最积极的一次 目的却是为了离婚 和听从情人的意见问我要钱 我看见他气得摔碎了手边的茶杯 混蛋露霄 一个打扮干练的女人 在他身边停下脚步 露夫人 柳如烟半眯着眼抬头望去 脸色煞食一僵 羽人面不改色 淡淡到 许久未见 陆夫人脾气一点没变 其实柳如烟脾气一向很好 只是这些年在我面前态度恶劣 造成女人对她有这种印象 是在半年前 羽人是我的合作对象 她是圈内有名的女强人 不但商业手段伶俐 人也长得极其美艳 彼时我正在和她谈合作 柳如烟忽然怒气冲冲地跑来 拿起桌上的咖啡泼到我的脸上 她生气地质问我 不接她电话就是在和别的女人 谈情说爱吗 我向合作方表达了歉意 好生好气地哄着她 不可否认 我当时心底是有一丝窃喜的 我高兴燕燕会因我和别人走得近而吃醋 至少能够证明 她是在意我的 哪怕只有一点 可在女人走后 她脸上的怒意消失得一干二净 她目光细血 娇柔的嗓音带着尖刺 露霄 你不会以为我在吃醋吧 我又不喜欢你 管你和谁在一起 我就是看不惯你 偏要毁了你的合作 你要是不答应离婚 以后你每一次谈项目 我都要来闹 我瞬间如坠冰枯 在她清澈的眼眸里 我看到自己脸上浮起的失忆 那日 我带着疲惫和恳求对她说 还没到时机 燕燕 你再等一等 用不了多久的 面对女人的问候 柳如燕明显有些不开心 女人却仿佛没看出来一般 自顾自地坐下 她仔仔细细地打量着 对面的柳如燕 没头没脑地来了句 说实话 我真同情露霄 不等她发问 女人主动解答 露霄对你的好 圈内可谓是人尽皆知 你为什么非要为了个穷小子 要死要活 柳如燕的重点 落在了穷小子三的字上 辩解到 她才不是什么穷小子 她是才华出众的歌手 女人文言一笑 她莫名觉得自己被人轻视 于是咬着下唇反驳 露霄哪里好了 真正的爱应该是成全 而不是战友 女人这回听后吃笑出声 她为了你家的公司 忙前忙后应酬 多少次喝酒喝到未出血 却换来你说她不好 你从头到脚 哪点配得上她 柳如燕不悦 我配不上 难道你配得上吗 你这么在乎她 不会是看上她了吧 女人大方承认 是 她很优秀 可惜眼光不太好 我静静地飘在空中 看着柳如燕 越来越气愤的神情 她沉着脸道 你惦记我的老公 还跑来我面前提起 似乎不太合适吧 我有些纳闷 不理解柳如燕 为什么生气 好在女人问出了我的不解 你又没拿她当老公 我喜不喜欢她 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不是一直和那个小歌手 保持着婚外情吗 最起码我可什么都没做 她被噎得沉默不语 与人临走前 留下了一段视频 柳如燕看完后 在原地做了很久 那是一段 我在酒宴上 第三下次拉投资的视频 我拿着酒杯转了一圈 对着那些真正的豪门大佬 一个个弯腰鞠躬敬酒 遇上一些刻意刁难的人 他们故意忽视 让你弯腰弯着腰 站很久很久 最后还要怪你不懂礼数 强行让你喝一整瓶酒 赔礼道歉 我做这些 是为了将摇摇欲坠的柳家扶起 陆家和柳家的公司 发展差不多 柳家濒临破产之际 仅靠一个陆家 是拉不起来的 还有便是我当时 没有真正掌握陆氏的实权 没办法倾尽全力 去帮助柳家 所以只能借助 其他公司的投资 视频的结尾 我因为喝酒过量 半躺在地上 蜷缩起身体 胃部传来一阵阵剧痛 面色如指 被人送往医院 如果是生前 我不希望他看到 如此狼狈的自己 更不希望他因此心生愧疚 从而强迫自己 和我在一起 但我现在已经死了 我心底生出隐晦的西记 盼着他看过后 会对我产生一丝情感 可惜 我终归是失望了 柳如烟难难自语 像是在说服自己 他为自己的事业拼命 我为什么要同情他 我想起那被遗忘在 过去时间里的柳如烟 少女会趴在我的书桌上 软软地撒娇 阿肖哥哥一直学习 太累了我会心疼的 这一刻 我听见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 是心底从很久以前 变枯萎的玫瑰 它彻底化为了尘埃 贾安需要回国了 柳如烟更加迫切地 想要和我离婚 他拎着包 气冲冲地杀到林阳家中 林阳扶我皱眉 如烟 别闹了 柳如烟同样心累 我没闹 你告诉我 陆霄到底在哪里 阿絮要回来了 我真的不想 再和他耗下去了 也许是被问烦了 林阳彻底爆发 一个年近三十的 大男人眼眶泛红 抓住他的手臂怒吼 他死了 在你出国找男人的那天 他发病死了 柳如烟正愣片刻 随后推开林阳 够了 你们总是这样 陆霄用他身体状况 骗了我多少次 为了不离婚 还和我说他得了癌症 我不可能心软了 可是烟烟 你从来不曾对我心软过 我听见相识多年的发小 缓缓说道 柳如烟 陆霄这辈子最倒霉的事 就是爱上了你 柳如烟耿着脖子和他对峙 倒霉的是我才对 要不是当年 他用我家公司逼迫我结婚 我这些年 也不至于活得像个疯子 林阳双手无力地垂下 眼底满是失望 当年柳家出世 除了陆霄 没人愿意去接手这烂摊子 如果不是他 你还能继续做你的柳家大小姐吗 你说他逼你 分明是你父母 要把你嫁给那些花心的石家公子 你权衡利弊之下 选择了陆霄 柳如烟 你没有心 他承担家庭压力娶你 这些年为你柳家东奔西走 他的好 你有一刻放在心上过吗 我麻木地站在一旁 看着林阳为我抱不平 发出一句句质问 我不是圣人 我也曾有过怨言 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会握着柳如烟的照片痛哭 为什么他永远看不到我的付出 我难道不知道 我的所作所为 只是感动自己吗 我也有数次 想要抛下一切不管不问 可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看着柳家倒台 看着自己从小捧到大的女孩 跌落泥潭 被柳如烟的冷漠和言语 一次又一次刺伤时 心底深处总有一道声音说 再坚持一会把路霄 等柳家站稳 就放手让他走 柳如烟落荒而逃 只因他想起 我从来没有逼迫过他 柳家出事后 他被父母安排 和众多花花公子相亲 他坐在咖啡店里 被油头粉面的男人们 接连平头论足 他们嘲笑柳家落魄到卖女儿 爸妈为了不惹上麻烦 将我关在家中 不允许我同柳家接触 我趁他们不注意 从二楼的阳台跳下 带走被柳家 当成商品的柳如烟 我的膝盖和手肘 血肉模糊 都是从楼上跳下 导致的伤口 那时我顾不上 自己满身狼藉 诚恳地向他 道出自己的想法 询问他是否愿意嫁给我 只要我们结婚 不管我爸妈 现在是什么想法 结婚之后 他们无论如何 也会看在亲家的面上 帮助柳家 柳如烟的眼里亮起了光芒 他答应了 我天真的以为 自己是他的救赎 期待着我们能够拥有未来 认为我和他没成为 青梅竹马的恋人 或许是因为 拿的是先婚后爱的剧本 也说不定 人总是会抱有 不切实际的幻想 可当柳如烟和初恋和好后 面对蒋安徐追问 为什么不等他 自己先嫁了人 柳如烟把责任 推到了我的头上 他说自己是被我威胁 为了家里的公司 不得已才嫁给我 说的次数多了 他不但说服了蒋安徐 连自己都信以为真 忘记了事情原本的经过 猛然被羚羊戳穿真相 他一时无法接受 柳如烟浑浑噩噩噩地 把自己关在房间 夜里他做起了梦 我听到他 迷迷糊糊地 喊着我的名字 露霄 少喝点酒 恍惚间 我想起了刚结婚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有过一段 相近如宾的日子 柳如烟不说是全心全意地爱我 但偶尔也会给予我关心 最初我们是住一起的 只不过没有同床 但好歹是在同一屋檐下 每逢我醉酒被助理送回家 他总会一边叹气 一边为我煮醒酒汤 他像一个温柔体贴的伴侣 叮嘱我不用那么拼命 就算公司回不去从前的状态 也没关系 身体要紧 可随着他收到蒋安徐的消息后 态度便开始转变了 我在夜里回家 再没有了关切的问候 他待在房间和初恋情人谈天说地 连客厅的灯也不曾为我留下 或许是男人的自尊 又或许是我太过于矫情 所以我同他吵了一架 他连夜搬了出去 从此公寓变得空荡 只与我一人 在柳氏稳定 我下定决心和他离婚的前一天 我收到了自己的体检报告 癌症晚期 我在办公室哭作了一晚 一直到他第二天来找我签字离婚 看着他脸上洋溢的笑容 我突然产生了强烈的悲伤 凭什么我碌碌无为半生 临死前还要看着心爱的女人 奔赴他人的怀抱 我不甘心 于是我后悔了 我在他面前摆出自己的诊断证明 要他再陪我五个月 柳如烟的笑意转瞬即逝 他醋眉怒视 露霄 你耍我玩有意思吗 我无奈苦笑 我没骗你 奄奄就当是同情我 你再留在我身边一段时间好吗 最终的结果当然不会如我所愿 他说 整整三年了 你还要找多少借口 你不过是仗着幼时的情意 仗着我心软罢了 柳如烟撕碎体检报告离开时 没有看到我落寞的眼神 他和我闹得越来越频繁 最后的这段时间里 我几乎是在和他的争吵中度过的 我苦中作乐 在他离开后擦拭鼻尖 源源不断流出的血液 最起码他是陪在我身边的 柳如烟最后一次和我见面 他砸了我的办公室 文件散落一地 他歇斯底里的哭喊 说我快要把他逼疯了 他不是我的金丝雀 他需要追求自由和爱情 语人眼里充满了对我的仇恨 摸起手边的淘气娃娃 向我扔来 嘴里吐出的话刻薄至极 露霄 你为什么不能去死 都怪你 是你害得我不能和心爱的人相守 我的额头被砸出血 陶瓷娃娃掉落在地上碎成片 他说不想再管我了 被骂出轨也好 被骂道德败坏也罢 他要去找蒋安去了 而我只是呆呆地看着地上 四分五裂的娃娃 我曾经送给柳如烟的木雕娃娃 在木雕的底部有我年少时未能说出的爱意 可他不知道那是我对他的回礼 高一那年我生了场大病 柳如烟亲手做了这个娃娃 并带去寺庙开光求佛 少女将娃娃塞进我怀里 她的眼眸成着漫天星光 明媚又娇羞地向我笑着 阿萧哥哥 这可是我亲手做的 以后就让他来替你挡兵消灾吧 如今所有的祝福化作了地上的一捧废片 很难形容那一刻的感受 脑海中一片空白 心脏传来一抽一抽的顿痛 柳如烟转身离去时 我喉间一甜 大鼓大鼓的血液呕出 在白色的衬衫上开出大片的红 昏死前 我看见急切向我跑来的助理和羚羊 柳如烟不知道梦到了什么 她眼角浸出泪水 呼吸略有些急促 急切换道 阿萧快跑 别管我 快跑 我坐在床角安静地注视着陷入梦魇的女人 心底一片平静 我的心绪再不会被她牵动 无论她在做什么 都无法掀起我的情绪 柳如烟满头冷汗的惊喜 她大口呼吸着空气 瞳孔里的惊吓还没退去 她环顾一周 忽然赤脚跑了出去 一间一间打开房门 嘴里念着我的名字 阿萧 路霄 她停在一面全身镜面前 看着镜中的自己愣在原地 是梦啊 我们已经长大了 我到了这时才察觉出 她大概是梦到了我们幼时被绑架的事情了 那时候我们才七岁 在游乐场被人贩子绑走 一路被带到了山里 我趁着看守睡着 拉着柳如烟从屋子里的狗洞钻了出去 大晚上的我们跌跌撞撞地在林间跑了一路 她一脚踩空摔伤了腿 小小的女孩忍着疼痛 泪水在眼眶打转 却因为不想拖累我 一直催着我快跑 我执拗地背起她 一蹶一拐地逃跑 可由于年纪太小 最终还是被人贩子抓了回去 他们狠狠地打了我们一通 我死死护住柳如烟 将她藏在身子底下 坏人走后 柳如烟拉着鼻青脸肿的我哭得快要晕厥 她结结巴巴地说 别怕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或许是因为梦境让她心有不安 她迫切地需要寻求爱人的安慰 正在她要拨打蒋安旭电话时 手机上方弹出了一条微博通知 歌手蒋安旭回国 女友近视当红小花 顾寒寒 她鬼使神差地点了进去 看到的便是蒋安旭 在机场接过顾寒寒的花 两人热情拥抱 热搜上灌满了二人的恋情 柳如烟心神大乱 匆匆联系蒋安旭 你和那个顾寒寒什么关系 她一上去便立声问道 蒋安旭懒散的嗓音传来 期间还夹杂着水声 她是我女朋友呀 我没和你说过吗 柳如烟如遭雷击 整个人争住 不敢置信地开口 她是你女朋友 那我是什么 秦人呀 男人理所当然地回答道 你连婚都没离 你有老公 我有女朋友 我们可没有确定男女朋友的关系 看着柳如烟几近崩溃的表情 我忽然有些想笑 这算什么 她和蒋安旭纠缠多年 自虚两人是真爱 死活闹着要和我离婚 结果到头来在男人面前 连个正牌女友都算不上 我无意识地扯了扯唇角 真是嘲讽 柳如烟不哭不闹地挂断电话 望着窗外的月光久久不动 不知过了多久 她突然自嘲出声 随后便是一阵放肆的狂笑 笑着笑着 眼泪悄然落下 面对这样的她 我竟然没有一丝心疼 柳如烟不吃不喝 在床上躺了两天 第三天 她来到了我家 也是我们曾经共同生活过半年的房子 初恋带给她沉重的打击过后 她竟然意外地想起了我 她一直拥有公寓的钥匙 但这还是自她搬出去后 第一次过来 迎接她的是寂静无人的房间 这同样是我死后第一次回到家中 沙发茶几上都被蒙上了房尘布 也不知道是羚羊还是助理找人弄的 除去这些 与我死前没有任何区别 柳如烟微微一愣 摸了摸柜子上的灰尘 自言自语道 路销搬走了吗 我抿了抿唇 都到这个地步了 她还是不信我真死了 她从架子上拿下木雕娃娃 轻轻地擦拭 一点一点仔细摸索底部的字迹 唯怨烟烟 身后响起脚步声 我们转头看去 是陈助理 她看到柳如烟脚步一顿 不卑不亢地问好 夫人 柳小姐 似乎是觉得称呼不妥 她又换了一个 柳如烟问她 陆霄去哪了 陈助理面上流露出一丝不解 陆总已经去世了 不等她做出反应 她又道 正好您在这 陆总的遗产也需要您签字 砰 她手中的木雕娃娃掉落 你说什么 我离世后二月 柳如烟总算相信了 我真的死了 我父母和她关系不好 不会主动去通知她 她的父母也清楚 我们之间的婚姻名存实亡 柳氏步入正轨后 也懒得介入我们的关系 仔细算来 也只有林阳 身为我们二人的共同好友 能给她报个信了 她沉默地坐着 脸色苍白 陈助理在一旁 给她讲述遗产的分类 在听到我将名下 所有资产全部留给她后 她脸色又白了几分 柳如烟双眼无神 死死握着木雕娃娃 张了张嘴 发出沙哑的嗓音 她是 怎么死的 陈助理被她打断 没有半分不悦 平静地回答道 生病 癌症 声音传入耳中的那一刻 她的瞳孔突然放大 一滴泪瞬间滴落 砸在她的手腕上 是真的 她没骗我 羽人的眼泪仿佛决堤 转瞬便哭成了泪人 陆霄死了 她怎么会死 我以为 我以为她是骗我的 她怎么突然就生病了 柳小姐 陈助理冷清的声音响起 不是突然 老板身体一直不好 这些年拼命应酬 熬夜工作 好几次深夜被送进医院 检查报告是今年年初拿到的 柳如烟听得懂 我年初告诉过她 只不过她没信 看清柳如烟脸上的痛苦时 陈助理眼底似乎划过一丝快意 她淡漠地补充道 还有 老板从来没有骗过你 陈助理从包中拿出一份文件 端正地摆放在女人面前 我一眼辨认出 这是我早就拟定好的离婚协议 老板在两年前就拟定好了离婚协议 但是中途柳氏资金链出问题 她为了稳住投资 就推迟了和您离婚 年初联系您来签字 却先收到了癌症诊断书 陈助理打开离婚协议 翻到财产分割那一页 上面赫然写着 我将80%的财产都留给柳如烟 柳小姐 老板这三年来对您的付出 大家都有目共睹 劳烦您回答我一下 她到底是有哪点对不起你呢 我的心猛然一震 我究竟有哪点对不起她呢 我说不上来 已经哭到崩溃的柳如烟 也回答不上来 我并不是在暗地里 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类型 我为柳如烟所做的事情 圈内基本上人尽皆知 甚至有时候还会碰上 公然骂我舔狗的二十足 你看 都到了这种地步了 可偏就读读柳如烟感受不到 陈助理像是憋了很久 要把我受的罪全部倾泄出来 我还是第一回知道 她话这么多 柳小姐说话一向刻薄伤人 您出国那天先去找老板闹了一通 也不知道您又对她说了什么恶言恶语 您前脚刚走 老板立马就吐血不止 在您去见情人时 她死在了冷冰冰的医院 其实不算冷冰冰 私立医院暖气开得很足 只是我病重 感受不到温暖罢了 瞧着此刻仿佛心碎一般的柳如烟 我不免觉得好笑 我活着的时候 她看不见我 死后却好像对我多么情深意重 想来陈助理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当柳如烟带着哭腔问我 葬在哪里时 她冷着一张脸 轻飘飘丢下一句 无可奉告 柳如烟再次跑去找林阳 试图从她那里得知我目的的位置 可林阳在上次和她大吵一架后 就搬去了国外 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她没有办法 又去了陆家老宅 我爸妈起初是很喜欢柳如烟的 但因为婚后的三年里 她对着蒋安旭着魔了似的 把我折腾得遍体鳞伤 又因为我的死 他们总觉得若不是为了帮柳家 我也不会得病 所以愈发地不待见她 她连陆家别墅的大门都进不去 柳如烟一向固执 曾经对蒋安叙事 现在对我也是 她进不去陆家 便直接跪在了陆家门口 我的母亲在屋内摔了一地的花瓶 她指着门口对保安大吼 她怎么有脸来 让她滚 让这个贱人滚 柳如烟撵不走 保安把她拖开 她又跑回来接着跪 如此反复 我妈气笑了 行 让她跪 我看她能熬多久 她跪了整整三天 在四天的时候晕倒 被柳家带了回去 柳家父母长叹了口气 妍妍 何必呢 你不是一直想离婚吗 现在如你所愿了 你为什么还不满意 她坐在床上一动不动 唯有偶尔眨动的睫毛 显示她是清醒的 我看不透她的想法 索性也就不琢磨了 我更想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 才能脱离她的身边 说来好笑 活着的时候是我绑着她 死后变成了她绑着我 蒋安旭中途来找过她 问她是否离婚 有没有拿到钱 柳如烟和这个男人 纠缠了七年 直到现在才恢复清明 看清了她的真面目 她没有愤怒大骂 只是平静地把 蒋安旭的联系方式 删除拉黑 她轰轰烈烈的爱情 以这种方式收尾了 柳如烟疯了 我死后 她好像突然意识到了我的好 疯狂地寻找我存在的痕迹 她在我们曾经居住的公寓里 抱着我的衣服睡觉 深夜梦醒时分 握着木雕娃娃 一遍又一遍喊我的名字 她在屋里翻了个遍 却没有找到一张我的照片 我猜是羚羊收走了 柳如烟从财经版报上 剪下我的照片 贴满卧室 仿佛这样就好像我还在 她一天比一天憔悴 整个人迅速地消瘦下来 远远看去 就剩一副骨头架子 和我病重离世前的样子差不多 柳家父母劝了几遍 实在劝不动也就由她去了 柳如烟在各种事情上都很听话 唯独爱情 再次听到蒋安旭的消息 是微博热搜 她被女友顾寒寒 爆出同时和多个女人 保持不正当关系 事业毁于一旦 还要面临高额的违约金 期间她换了多个号码联系柳如烟 试图让她出面帮忙 但她一一拉黑 不予理会 有一日柳如烟突然打扮好出门 她找到手工作坊 重新捏了一个陶瓷娃娃 然后带着她去到寺庙 她从最底下的阶梯 一步一扣手地走到佛祖面前 不知道她所求是什么 当她虔诚地磕头起身时 手里的陶瓷娃娃 毫无预兆地碎了 她脸色大变 老和尚同她说 千年才不过求的同传度 你们二人缘分已尽 再续不上了 施主请回吧 柳如烟失魂落魄地回到公寓 眼里没有一丝光亮 她拿出床头柜里的安眠药 倒出整瓶的药丸吞了下去 看着她陷入沉睡 我似有所感 身上长久地禁锢一松 我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去 身后传来柳如烟的呼唤 露霄 我加快脚步 向着温暖的白光一跃 往事不可追 昨日随风散 破境难重圆 没有谁会永远停留在原地等待 全文完